妈妈变 哈哈今天终于抓到小奥特曼和小僵尸了 听说他们的爸爸画画都特别厉害 今天我得让他们给我画两幅画 如果谁画的好 我才能放了他们家的儿子 哎怎么还没有来救他们呀 怪兽快放了我儿子 怪兽快放了我儿子 哈哈你们终于来了 我可等了好长时间呀 要想让我们放了你们的儿子也可以 除非你们两个人一人给我画一幅画像 谁画的好我就放了谁的儿子 要是你们敢伤害我 我的魔法可不会放过你们两的 画画呀我最擅长了 你等着我这就给你画 那我也来画吧 我先给他涂上颜色 这也涂上 好了我涂完了 那接下来我来涂吧 好了我也画完了 快放了我儿子 哼那我来看看吧 你们都画完了 这我也看不出来 谁画的好谁画的不好呀 那我还是让小朋友们来看看吧 小朋友们你们说谁画的好呀 谁画的好我就放了他的儿子 如果是奥特曼爸爸画的好 就发送小红星 如果是巨人将士画的好 就发送数字666 小朋友们你们一定要给我发送小红星 救救我儿子呀 不行不行 你们可不准发送小红星 一定要发送666 救我的儿子 兄弟兄弟 咱们该走了 好的好的 那你等我一下 小红星妈们 爸爸要出去做任务 要去打那些可恶的坏蛋 爸爸呀 就把你们交给僵尸叔叔 照顾照顾你们 你们可要听僵尸叔叔的话哦 走吧走吧 去僵尸叔叔家里面 僵尸僵尸 我的孩子可就拜托你了 没问题的 你们去打怪兽吧 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那谢谢你了 巨人僵尸 小红星妈们 叔叔呀 知道你们要来 就给你们准备了好多好吃的 你看这些糖果 还有这些巧克力 还有泡泡糖 全是给你们准备的 你们要是不够吃呀 就跟僵尸叔叔说 叔叔就去给你买去 哇 僵尸叔叔 你给我买的这么的好吃呀 太谢谢你了 不客气不客气 其实呀 我也很崇拜奥特曼哟 我也讨厌那些怪兽 老是欺负人 所以呀 我和你们的爸爸呀 可是好朋友哟 僵尸叔叔 真的太谢谢你了 我们准备这么多零食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可以送给僵尸叔叔 一颗小红星呢 这样僵尸叔叔 就会变得强大起来 以后呀 就没有怪兽 能够欺负僵尸叔叔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布丁姐姐 孩子们孩子们 我给你们发能量糖果了 我要出去几天 如果有怪兽来的话 你们就吃下能量糖果 但是你们要记住 这个能量糖果 只能发出一次最强攻击 你们要记住了哟 好的爸爸 我们记住了 好了 现在我来为你们发能量糖果 来 给你一颗 再给布鲁一颗 再给你一颗 好了 能量糖果我发完了 我就先走了 你们要乖乖在家里待着 不要出门哦 兄弟们 我提出外面的僵尸很厉害 到处欺负小朋友 哼 我们才不怕他们呢 我们有爸爸给我们发的能量糖果 到时候他们来了 我们也可以试试 这个能量糖果的威力 就是就是 我相信爸爸给我们的能量糖果 是最好的 最想大的 哈哈哈哈 小鸨鸵漫们 你们都在家 我想一下 先该欺负谁呢 哼 你这个坏僵尸 想欺负我们没门 看我的 能量不发售 哈哈 爸爸给我们的能量糖果果然厉害 大哥大哥你怎么了 我来救你了 哼 还想救你们的大哥 休想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奥特曼射线发射 哎呦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你们也太可恶了 我要救我的大大哥了 大大哥 大大哥快来啊 快来救我啊 是谁在欺负我的小弟啊 天呐 这个僵尸也太太太大了吧 恐怕我们吃了能量糖果 都打不赢他 这个怎么办啊 有了 小朋友们快发送小红星能量 控制我的爸爸 他一定能打赢这个大僵尸的 谢谢你们 这个呀 是我爸爸给我的生日礼物 你看这车是不是很大气呀 很酷呀 嘿嘿 爸爸送我的车我好喜欢呀 哎呀 怎么这时候到肚子呀 肚子好痛呀 我要去山上个厕所 啦啦啦啦 哎 这怎么有个这么大的车呀 看上去好好看呀 难道是人丢弃的吗 嘿嘿 反正这森林也没什么人 那我可就不客气啦 跟上车走了走了 哎呀呀 回来了 哎 我的车呢 我的车怎么不见了呀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车呢 哎呀 我的车去哪了呀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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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偶特曼 你怎么在这呀 小警车小警车 你帮帮我呀 我爸爸给我买的车 我去山个车座回来就不见了 哎呀 有车不见了 那我给你寻找兄弟 你的车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的车是黄色的 然后带了点黑色 哎呀 小偶特曼 你给我提供这些信息 我找不到你的车呀 黄色和黑色的车那么多 我要怎么跟你找呀 哎呀 这要怎么办呀 我的车去哪了呀 哎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刚刚有没有看见 是谁拉着我的车呢 要是你们知道的话 就点击小偶心告诉了吧 那可是我爸爸 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呢 哈哈 今天我们三个联系手来 终于把这个小奥特曼 给抓住了 是呀是呀 这回呀 咱们把这个奥特曼 关在这儿 然后呀 永远被封印 说的对 说的对 这样把它封印起来 咱们就可以抓小朋友了 既然咱们都可以抓小朋友了 咱们现在就去抓小朋友吧 对对对 现在我们想抓谁 就抓谁 走走走 咱们三个去抓咯 你们三个坏蛋 居然抓住了我们俩的弟弟 看不把你们封印起来 今天我奥特曼 绝对不会让过你们的 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们这些坏蛋 抓住了我弟弟 我抓了一个小奥特曼 怎么来了这两个大奥特曼呀 看来咱们这回凶多吉少了呀 要不咱们赶紧跑吧 想跑没那么容易 激光发射 全都把你打倒了吧 我们已经把这些怪兽给打倒了 你说这怎么处理吧 这样吧 要不咱们把这三个坏蛋给关起来 然后让小朋友发出小红星 这样就彻底把他封印住了 对对对 没错没错 给目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可以送一颗小红星给我们呢 这样就把他封印起来 让他永远出不来 这样就不永远不会去抓小朋友们了 放学了 同学们 明天要交生活费 每个人是50元 回去记得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哦 可不能撒谎哦 好了 你们早点回家吧 明天记得带过来 姐姐姐 明天要交生活费 我们向妈妈多要点钱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钱买零食了 乔治 不行不行 我们要做个诚实守信的孩子 老师说要交多少 小僵尸 那当然是越多越好呀 我这是准备要100块 交50 给自己留50 这样我就可以买好多好多零食了 怪兽哥哥 先别高兴的太早 佩琴和乔治 肯定不会向爸爸妈妈多要钱的 到时候 我们的妈妈给他们爸爸妈妈打电话 可怎么办呀 那这样这样 我们这样吧 哈哈 变 怪兽哥哥 这样真的可以吗 如果被发现了可怎么办呀 绝对没问题的 放心吧 妈妈妈妈 我们回来了 嗯 佩琴和乔治 放学回来了呀 对了对了 妈妈 我们明天要交生活费 这个是给佩琴的 这个是给乔治的 哈哈 真是太好了 没想到猪妈妈这么好骗 妈妈 那我们先出去玩了 妈妈妈妈妈 我们回来了 哎 你们两个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 妈妈 明天要交生活费 每个人50块 嗯 刚刚不是才要过吗 怎么又来要钱了呀 妈妈 我们才回来呀 啊 那刚刚那两个是谁呀 很好我群女巫在我的钱上试了魔法 小朋友们赶快发送小红星 魔法就会启动了 这样我就能抓住那两个人了 哎呀 这次我终于考思考几个了 可是考几个了 我的成绩呀 还是最差的那一个 我的两位哥哥呀 成绩一定都比我高 哎 有啦有啦 我把这个66翻过来 不是是99了吗 哈哈 我真是太聪明了 回家领奖励去咯 爸爸爸爸 我们回来了 来 今天你们考试 把你们的分数拿出来让我看看 爸爸 你看 这次我考了99分哦 爸爸爸爸 你看 这次我也考了99分 爸爸 爸爸 你 你看 这次我也考了99分 哎 你们三个怎么都考了99分呀 我听你们老师说 你们有两个人考99分 一个人考66分 爸爸爸爸 我可没有撒谎哦 我真的考了99分 我平时的成绩 你也是知道的呀 爸爸爸爸 我也没有撒谎哦 我真的考了99分 爸爸爸爸 我 我也考了99分 哎 不对呀 小杰克 你平时考试不都是不及格吗 这次 怎么考99分呀 嗯 这次 是 因为 这次的题目呀 很简单 哦 是这样吗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小杰克说的 对不对呀 他有没有撒谎呀 他真的考了99分吗 你们要是知道答案的话 就点击小红信告诉我吧 植物兄弟们 我来给你们送炮弹了 魔法魔法变 你们看 这些炮弹呀 是我们奥特曼家族最强的武器了 现在你们有了它 就再也不怕僵尸了 哇 奥特曼哥哥 你这些武器 看上去真厉害 谢谢你 不客气不客气 你们赶紧把这些炮弹给撞上 我就先走了 兄弟兄弟 听说这次来的僵尸很厉害 咱们来看看奥特曼哥们送的炮弹 强不强 肯定强 奥特曼送给我们的肯定强强 嘿嘿 小竹虎们 你们看 我的老大来了 这回呀 你们全都要被我们抓走 哎呀 这这回的僵尸确实有点大 看上去好厉害呀 不过奥特曼哥哥 给了我们这些厉害的炮弹 一个人打败他的 让我来试试 哼 这样我才不怕他们呢 让我瞄准发射 哎呀 怎么没倒呀 没关系 我这还有呢 瞄准发射 哎 怎么还没倒呀 这个僵尸也太厉害了 哈哈 你们这些普通的炮弹 当然打不到我大哥了 想打到我大哥呀 只能用小红杏 啊 用小红杏呀 哎呀 瞧我的笨嘴 动漏嘴啊 居目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可以送点小红杏给我们呢 这样我们就可以打败这个僵尸了 猪爸爸猪爸爸 你能把我的武器还给我吗 哪吒哪吒 我觉得你的风火轮可厉害了 你能借我威风两天吗 不行不行猪爸爸 如果我把武器给你了 我就打不了怪兽了 那好吧那好吧 我把你的武器还给你吧 谢谢你猪爸爸 我把这个好吃的棒棒糖送给你吧 带着我的武器去打怪兽喽 猪妈妈猪妈妈 你能把我的武器还给我吗 哦 饼饼的武器好漂亮呀 你就借我玩几天吧 不行不行猪妈妈 这个武器你用不了 不然你会受伤的 嗯 那好吧 那我把武器还给你 谢谢你猪妈妈 那我也请你吃一个好吃的棒棒糖 乔治乔治 你能把我的武器还给我吗 没有了武器 我就打不了怪兽了 不行 我想要这个武器 这个武器拿在手上 可厉害 可威风了 乔治你不给我 我就打不了怪兽 保护不了你们了 那好吧 那你给我一颗小红星吧 可是我没有小红星 这个怎么办呀 有呀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我知道你们手里有很多小红星 能不能包送一些小红星 送给乔治 让他把武器还给我呀 拜托你们了 啊 我的棒棒糖被谁偷吃了 这个也没有 这个也怎么是空的呀 到底是谁偷吃我的棒棒糖呀 嗯 这个明明是我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 到底是谁 不如弟弟 你怎么在这儿姑呀 多布哥哥 有人偷吃了我的棒棒糖 这棒棒糖是我给妈妈准备的 啊 有人偷吃你的棒棒糖 这 这也太过分了 到底是谁呀 没关系的 布鲁弟弟 哥哥来帮你想办法 看 我这儿有些橡皮泥 把它全部都拿出来 把它放到这个棒棒糖模具里 然后拿来一根棒棒 塞进去 然后盖好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 你把它放进去 我们看看能不能抓住偷吃贼 好了 这个也做好了 布鲁 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尝起来吧 等一会儿我们就来抓这个偷吃贼 好呀好呀 谢谢你 萝卜哥哥 我是小僵尸 贪吃爱玩的小僵尸 哈哈 我最喜欢吃棒棒糖了 你说布鲁又买了棒棒糖 太好了 我要去吃咯 好呀 原来是你 小僵尸 快出手 原来是你偷吃了我的棒棒糖呀 这下东西抓到你了吧 啊 我 我没有偷吃 我没有偷吃 小僵尸 我跟你说 大谎的人鼻子会长长的哟 对不起 奥特曼们 我 我就是想吃棒棒糖 我以后再也不会偷吃你们的东西了 你们就原谅我吧 小朋友们 你们说 小僵尸 知错能改 我们要不要原谅他呀 如果要原谅他 就发送小红星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布丁姐姐 小杰克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短时间不能保护你 不过我给你留下了一个礼物 在我离开的时间里 是没有人敢欺负你的 是什么礼物呀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走了 好奇怪 今天早上起来 全身充满了能量 这是怎么回事啊 咦 小杰克居然一个人 人在这里 我可以欺负他了 好好好 我打 这是怎么回事 我居然打不过小杰克 我要叫出我的怪兽爸爸 爸爸爸爸 你快来呀 怎么了怎么了 小怪兽 我被小杰克欺负了 爸爸帮我教训他 哼 敢欺负我儿子 我看你吃了穷心豹子胆了 看我的 哎呀 我也打不过他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 小杰克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 不行 我要问一下女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怪兽爸爸 你不用担心 让我用魔法看看 是怎么回事 乌拉乌拉 魔法变 我知道了 小杰克的身体里 充满了光之能量 现在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 除非小朋友们 能送给他小黑心 他的能量就会慢慢消失了 但是如果 小朋友们给他送小红星的话 那他的能量 就会越来越大了 小朋友们 快给小迪加送黑心吧 我们不能让他再这么厉害了 不要不要 小朋友们 你们快点给我点击小红星 我不想再被他们欺负了 完蛋了完蛋了 咱们三个完蛋了 早知道就听爸爸的话 不出来玩了 现在有那么多怪兽 咱们怎么跑呀 咱们现在怎么办呀 就是呀就是呀 这可怎么办呀 这次怪兽来了 就把我们全部都给抓走了 行了行了 你们俩别哭了 我不是还在这儿吗 我有办法 你们看 那里有一面隐形墙 你们赶紧躲进去 咱们躲进去啊 就能躲避怪兽的追捕了 你们快躲进去 好的好的 马上躲进去 还有我呢 还有我呢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可以送一颗小红星给我们呢 这样我们就可以隐身了 这样那些僵尸怪兽就不会发现我们了 拜托你们了 哎呦哎呦 真的累死了 我的天呀 这三个小奥特纳 跑得也太快了吧 这一会儿又不知道去哪了 我在那边堵半天也没堵着呀 他现在应该就在这个地方呀 可是这也没有人隐呀 这次怎么回事呀 累死我了 那要不咱们往前面去看看 我看行 走吧 咱们去前面看看去 哎 怪兽终于走了 吓死我们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谢谢你们送小红星 我们隐身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不丁姐姐 哈哈哈哈 今天我要把你们三个 全部变成卡片 变 哈哈哈哈 你们三个就乖乖的 给我待在这里吧 爸爸爸爸 我的爸爸被抓走了 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呀 儿子 我就是你的爸爸呀 啊 爸爸你怎么变成卡片了 我该怎么救你呀 我中了巫师的黑魔法 你只要送我一颗小红星 我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 不对 小奥特曼 我才是你的爸爸 不要相信他 啊 你是我的爸爸 小奥特曼 他们都不是你的爸爸 我才是你的真爸爸 你赶快给我一颗小红星 好像这个就是我的爸爸 我把红星送给你吧 哈哈哈哈 你上当了 我要去破坏地球了 糟糕 我弄错了 他是一只怪兽 儿子 我才是你的爸爸 不对 我才是你的爸爸 你快救我出来 我觉得你才是我的爸爸 给你一颗小红星 你快醒过来 哈哈 小奥特曼 你又上当了 我可不是你的爸爸 我是一只僵尸 我要去消灭植物了 啊 我又搞错了 真的爸爸还在卡片里 我没有小红星了 我救不出我的爸爸了 没关系 小奥特曼 爸爸没事 可是爸爸 我好想你变回来呀 想让我变回来 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要小朋友 给我点击小红星 我就可以醒过来了 小朋友们 帮我点击一下小红星吧 让我变回来 拯救地球 谢谢我 我 continu据你了 我猜到这一项 我猜到你